深夜,俊俏书生,来到荒废多年的魁心阁,突然里屋传来女子的哭泣声,书生觉得奇怪,端起蜡烛,前去查看,只见一个婀娜多姿的白衣女子,正在掩面哭泣,书生上前安慰,白衣女子回过头来,书生被女子如花似玉的容貌迷得神魂颠倒,尴尬地提出要送她回家,一段令人发指的荒唐故事就这样拉开帷幕。 明朝年间,书生王崇文从小文才出众,家境优渥,十四岁就中了秀才,本以为可以清云直上,不料多次赶考都未能中举,直到娶妻生子,王崇文还是未能如愿。 这不,又临近赶考了,信心不足的王崇文来到寺庙,抽签占卜自己的功名,道长告诉王崇文,他抽中了上上签,经界必能中举。 听到此话王崇文兴喜若狂,立马回家报喜,王崇文还有一个弟弟,名叫王崇武,与哥哥不同,他从小喜欢习武。 为了练就一身好武艺,崇武打算外出学艺,这一去最少半年,崇武正与家人告别,哥哥崇文突然回家,迫不及待地把好消息分享给家人们。 今日求得上上签,看来这次必重,看着丈夫喜上眉梢的模样,妻子却显得更加理智,劝他不要相信江湖骗子。 崇文正与解释,崇武把哥哥请到一边,劝解自己的未来要靠自己努力而不是命运,与其拜佛求神,道不如把时间用在学习上,只有用心读书才是正道。 说完崇武便骑马离开,然而崇文却将弟弟的话当成了耳边风,刚送走弟弟,他便在街上瞎晃悠,不久遇到了算命先生张铁嘴,崇文本不想理会,可听到张铁嘴说,算得不准,绝不收费。 崇文便心动了,他急忙叫住张铁嘴,让他给自己算算仕途,话说这张铁嘴本是一位靠鳄鱼奉承,骗取钱财的江湖骗子。 他从崇文的穿着与气质看出他家境殷实,随后溜须拍马,谎称崇文,今年会有贵人相助,红运当头,必能高中。 崇文当即心花怒芳,赶紧掏出银两,随后又问,自己的贵人在什么地方?张铁嘴眼珠一转,忽悠道,今晚三更,出城往西北走,避遇贵人。 这样的鬼话崇文居然相信了,终于等到晚上,崇文便独自朝西北方向走去。 不知不觉中,来到荒废多年的魁心阁,屋外荒草丛生,屋内珠网密布,桌子上摆放着一盏残竹,中间还有一尊残败的石像,看模样青面狼牙的,很是可怕。 这样荒凉的地方连个鬼影也没有,能遇上贵人? 崇文有些害怕,可想到张铁嘴的话,便撞着胆子流了下来。 还对着残败的石像祷告,不久礼物传来哭泣声。 崇文又惊又怕,可又担心错过了贵人,于是端起残竹找了过去,只见一个恶娜多姿的白衣女子,正在掩面哭泣。 崇文上前搭话,出言安慰,谁知白衣女子抬起头来,一言不发地离开了。 崇文追到门口,可女子早已不知所踪。 崇文等了一阵子,还是没有遇到所谓的贵人,值得哀声叹气地回了家。 这时妻子和母亲告诉他,已将老宅收拾好,那里安静且舒适,最适合专心读书,希望他能在那里为赶考做充分的准备。 崇文深受感动,当天就搬了过去。 深夜,崇文正在屏竹夜读,突然院外传来了女子的求助声。 崇文急忙去开门,只见一名白衣女子冲了进来。 仔细一看,竟是昨晚遇到的那名女子,后面还有人在追赶,高呼别让她跑了。 白衣女子在院内躲了躲,直到呼喊声消失,白衣女子才提出离开。 崇文关切地问她是否遇到了男士,白衣女子忍不住哭了起来。 崇文急忙上前嘘寒问暖,白衣女子这才说出自己的遭遇。 原来她叫梅娘,其父官居学正事,家住洛阳,可英年幼丧母,父亲常年在外工作。 继母竟要将她许配给一个奇丑无比的老男人。 梅娘临此不从,便连夜逃了出来,打算去太原投靠父亲。 刚才追击她的人,正是继母派来的。 更加巧合的是,梅娘的父亲正是此次赶考的主考官。 听到此话,崇文心中暗息,若是盼上这层关系,定能飞黄腾达。 想来梅娘就是张铁嘴口中的贵人。 崇文为了盼上高知,便百般劝说梅娘留在自己家中。 到时自己去赶考,再顺路护送她回父亲身边。 就这样,梅娘留了下来。 崇文并未将此事告诉给任何人,开始了金屋藏娇的生活。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,难免生情。 两人从开始的衣礼相待,到通宵打蛋,夜已即日。 尝到甜头的崇文,健感身体不适,似乎已忘记自己是有家事的人。 虽说黑眼圈家众,憔悴不堪,但她很享受这样的生活。 对此,妻子毫不知情,她还以为丈夫在老宅寒创苦毒。 崇文为了金屋藏娇,吩咐不要进来,每日将三餐按时送到门口即可。 每次外出时,崇文都会把院门锁上。 这天,崇文自觉身体不适,于是匆匆出门去街上看大夫。 离开时忘记锁门,不久,妻子来送被褥,梅娘立马躲了起来。 虽说妻子没看到梅娘,可发现房里有两人下到一半的棋盘。 就当妻子疑惑不解时,崇文回来了,她忐忑不安地环顾四周。 还谎称为了缓解压力,才自顾自地挽起了棋。 妻子十分信任崇文,交代她别太累了,就离开了。 谁知妻子刚走,梅娘就从床底爬了出来。 她怒斥崇文,身为有妻之夫,却欺骗自己,说罢就要离开。 为了美色与前途,崇文急忙将她劝住,保证会纳她为妾。 可梅娘一听更怒了,自己好歹也是堂堂学正式的千金。 怎么能给别人当小妾呢? 紧接着放出狠话,有她没我,有我没她。 谁知色迷心跳的崇文,居然起了杀心。 刚晚,崇文走出房间,看到妻子正在连夜为她缝制心鞋。 妻子见崇文回家,立马把刚做好的心鞋给她使穿。 面对温柔贤惠的妻子,崇文有些不忍,但为了仕途,她还是把心横了起来。 就当妻子把毒茶送到嘴边时,床上的女儿醒了, 声称口渴要喝妈妈手里的茶。 这时崇文才一把将茶杯打翻,回来之后,梅娘大发雷霆。 心知崇文于心不忍,她决定亲自出马。 殊不知,梅娘根本就不是什么学正式的千金, 而是一只戏人惊奇的厉鬼。 她之所以与崇文交往,是想一天天的吞食她的惊奇。 当晚,梅娘施法将男嘉丁搬到妻子床上, 紧接着又叫来崇文。 崇文看到这一幕,怒不可遏, 赶走了妻子与男嘉丁。 受冤的妻子应一时想不通, 到荒郊想要上吊。 幸好被学武归来的弟弟崇武看到, 崇武救下了她。 崇武相信嫂嫂是清白的, 安顿好她之后, 崇武就向丫鬟打听家中的情况。 那日嫂嫂离家几天后, 崇文就迎娶了新夫人梅娘,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一个人。 另一边,梅娘也察觉出崇武来者不善, 于是再次使用美人计, 声称自己是梅娘的丫鬟, 想与崇武搭讪。 紧接着挤眉弄眼, 搔手弄姿。 谁知崇武是个直男, 补北迷惑, 直接给了她一巴掌, 怒斥梅娘赶紧离开。 又气又怒的梅娘心智此计不通, 便动起了手, 想将她拿下。 混乱之中, 崇武用宝剑划伤了梅娘的脸。 自知不好惹的梅娘, 一个闪身居然凭空消失了。 崇武看到这一幕, 更加确定梅娘有问题, 他赶紧找到哥哥, 告诉他事情的蹊跷, 随后又拉哥哥来窗外查看。 只见房间里有一个轻面狼牙的恶鬼, 正在修补那张被崇武用进划破的美人皮。 崇文当场晕倒, 崇武担心被发现, 急忙将哥哥扛走。 崇文醒来后后悔不已, 求弟弟将他赶走, 可崇武却说, 自己修行上前不是对手, 他决定去请师父来帮忙。 临走时, 崇武将师父送给自己的辟邪宝剑, 让他把宝剑挂在门上, 这样恶鬼便无法入内。 就这样, 崇武匆匆离开, 深夜, 恶鬼找上了门。 崇文在里屋忐忑不安, 只见一个黑影缓缓靠近崇文的房间, 眼看距离越来越近, 蜡烛变得越来越暗。 崇文只好躲进了被窝, 因为他知道门上有宝剑, 果不其然, 美娘被宝剑的剑里抵挡, 可他法力高深, 喷出一道血柱, 就将宝剑从上面冲了下来, 紧接着, 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房间, 把崇文的星挖了出来, 还顺便绑走了他的女儿。 静好这时, 崇武与师父连夜赶了回来, 一番坠机, 找到美娘, 可因他手中有人质, 纵使师父一身武艺也不能施展。 对质之中, 美娘对着众人使用风卷藏云, 不料, 正好躲在草垛下休息的安家丁, 趁其不注意, 一把抱回了孩子, 没有了后顾之忧, 不过两个回合, 美娘就倒在了师父的宝剑之下, 紧接着灰飞烟灭, 最后地上只剩一张美人皮, 以及刚刚摘走的崇文的心。 鬼魅已除, 师父就要离开, 不料却被王老太太叫住, 她祈求师父救救自己的儿子, 崇武也帮着说情, 妻子也愿意原谅他。 虽然这一切都是崇文咎由自取, 可上天有好生之德, 之前崇文已知悔改, 最后师父帮崇文装回心脏, 令他起死回生, 电影到此结束。 这部画皮上映于1966年, 改编自蒲松林最恐怖的画皮故事, 看完之后, 感觉鬼不可怕, 可怕的是人心, 将心比心, 以礼待人, 才能被尊重。 好了,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哦, 下期五剑不散。